哈囉同學 歡迎收看S1PK數學 整數的正負判斷在1-3 也是一個還蠻常見的地方 那他會給你這種提醒 abc都是個整數 兩個人相乘ab大於0 那b乘c是小於0的 那問你abc的位置可能長怎樣 好 你先看 ab如果大於0 表示a跟b是 同號嘛 對不對 我們這邊寫abc a乘b是大於0 所以有可能兩個人都是正正 或者兩個人都叫做 負負 對不對 有可能正乘正或負乘負 好再來 那他又說b乘c是小於0的 也就是b 正 的時候 c就要負 那如果今天 c b 負的時候 c就要什麼 正 也就兩個要一號 兩個要不同號 所以有可能第一種狀況就是ab是正正負 或者第二種狀況叫做負負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可能是哪個選項 a跟b都是正正要在同一邊 所以 a有可能 b 不可能因為他們在不同邊了 c 不可能 豬 a跟b在同一邊 可是c要跟他們不同邊嘛 所以豬又不可能 所以答案就叫做 然後